这个公司的员工上班时都要戴一个狗罩 而且他们不能说话 只能用狗叫来沟通 每天早上都会有喇叭播放狗叫声 然后大家开始工作 翻开电话簿拿起电话一阵狗叫 打完继续下一个周而复始 中午吃午饭时 员工桌上都有一个狗盆 里面是他们公司的产品 快乐伙伴罐头 带着狗罩的他们只能用舌头舔食物 瓷器笔伏的声音就像狗吃东西一样 每个人的工位都用铁网隔开 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和一盆绿纸 旁边有倒挂的水瓶 需要喝水时就别过头通过细管获取 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 吃饭喝水都完全用不到双手 如果这样的公司给你一个月十万 你会去吗 小陈刚毕业就来到了这家公司 入职前有专业培训 需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狗叫沟通 之后公司给他发放了统一的制服和狗罩 小陈对着镜子戴上狗罩 虽然觉得有点奇怪 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 毕竟这里一个月十万嘛 第一天上班 小陈坐在最后一排 这时红色大喇叭播放狗叫声 这个就相当于上课铃声 在喇叭停下的一瞬间 员工们马上投入工作 大家整齐话一地翻开电话簿 拿起座机开始打电话 新来的小陈被他们的激情惊呆 他一脸猛逼地看向周围 显然是还没适应如此充满干劲的节奏 这个时候 坐在他前面的卷发女突然开始狂笑 因为他实在是无法继续忍受这种工作了 女生一边狂笑一边大声说话 试图唤醒周围的同事 但其他人一点反应都没有 呆呆地坐在工位上等待着老板的指令 对于这种突发事件 老板当然是第一时间出来处理 他叫保安脱走闹事的女孩后 就开始安抚剩下的员工 他说 你们只要把狗的本分做好 如果说了人话 那就是以下犯上 然而有人提出了反对 坐在小陈旁边的小美站起来反抗 老板问他有什么意见吗 只见小美一脸戏谑地瞄了一声 这是对老板的公然挑衅 但老板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他没有叫保安脱走小美 而是把他押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女人的手和脖子被铁链锁着 两个男人把他带进了老板的办公室 女人被扔在沙发上 旁边两个戴着狗罩的助理按住了他 此时老板进来 他的手上拿了一瓶黑色药水 他将药水到进罐头里 然后亲自逼小美吃下去 这是让人乖乖听话的药水 小美很快就神志不清 老板对他做了一些事之后 就把他放回到公位上 清醒过来的小美 并没有因为被欺负而放弃反抗 反而更加叛逆 他开始趁着午休带小陈去仓库 那里有新鲜的苹果吃 起初小陈还不敢轻易尝试 他害怕被公司发现 不过他还是把一个苹果带回了宿舍 下班后小陈没忍住诱惑 对着苹果咬了一口 接着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狂啃起来 他不知道 原来世界上还有比罐头更好吃的东西 接下来的每天 小陈都跟着小美去仓库偷苹果 一下班就沉醉在苹果的芳香和美味中 可惜公司还是发现了苹果被偷 保安举着苹果让员工自己站出来 否则后果自负 小陈纠结又恐惧 就在他准备站起来承认时 小美抢在了他的前面 独自主动地承担了所有罪行 他的脸上没有丝毫害怕 反而因为勇敢而自豪 小美再次被拉到老板办公室 这次他给女孩加大了药水的剂量 但只要是清醒状态 小美就没想过屈服 他在酝酿一个彻底打败老板的方法 老板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 桌上摆着牛排 两位美女助理喂给他吃 他一边享受美食一边看着监视器 手下的大部分员工都很听话 这让他感觉自己很成功 不禁露出满意的微笑 他的公司专门制作一种叫快乐伙伴的罐头 这种罐头人类也能吃 而且富含人类所需的所有营养 最关键的是里面含有镇静剂 能让人安定下来 久而久之就会变得越来越麻木 因为他在他们的午饭里加大了镇静剂的含量 所以员工们都很听话 每天拼命工作毫无怨言 只有一个小美频频找麻烦 这让老板有些头疼 这个公司实在是太变态了 员工都像狗一样趴在地上 老板在台上发出指令 让他们伸舌头他们就伸舌头 老板又让他们原地转圈圈 员工依然照做不悟 简直比狗还听话 做得好的话还有奖励 老板亲自给他们喂罐头吃 不过只有一个人没有听老板的话 那就是小美 待老板喂到他面前时 他假装乖乖吃进去 下一秒就咬破了老板的手指 老板大怒 赶紧叫保安将小美按倒在地 这时旁边的小陈开始暴走 他裂开嘴露出牙齿 摆出一副攻击者的姿态 仿佛下一秒就要扑过去咬人 可惜小陈马上就被保安架走了 他频频回头看向小美眼里全是担心 接着小美站起来 拿出之前早偷过来的黑色药水 把它全泼在了老板身上 这可是员工们最喜欢的味道 只要闻到这个气味 他们就会像狗一样控制不住自己 老板瞬间被员工包围 他顿时慌乱无措 脸上满是惊讶和恐惧 保安此时围过来用枪指着员工 但现在为时已晚 老板已经被他们一人一口啃得差不多了 小美逃跑出去来到了工卫处 前面的保安站成一排挡住了他的路 小美见状只好掉头逃跑 接着他来到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 他终于不用再带着狗罩 终于获得了他心心念念的自由 小美快乐地躺着 享受舒适安逸的时光 然而这一切注定只能是他的幻想 这么多保安在后面追着他 小美递结局可能没有那么幸运 至于小陈 他虽然在女生的带领下意识觉醒了 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太小 可能也无法推翻公司整个畸形的制度 或许换个老板 一切还是一如既往的令人窒息和绝望 所以如果给你这样一个月薪十万的工作 但是要和片中的员工一样带着狗罩听指令 你会怎么选择